現在這個機械化繪園 一顆只要每個幾分鐘就能完成 但是大中華新聞要帶大家去好享受 謝謝一位王凱赫 他無數字通合是這個轉繪 二十幾年來他創作超過一千顆 各種二體的園 而且他還到海邊來繪園 每一顆順手工的繪園 都是土耳無二的藝術品 外丁眼鏡拿到圓筆 在在竹筋上面開始圍山西 然後再重途卻 一個手工櫻子 需要一點多小時的時間才能完成 每一步都科研到財富的基本功力 然後每一顆都不一樣 不像印章我們去買來 都是幫你切好的方方正正的 然後所以就練習刻一下木頭跟竹子 然後就從那個時候開始 就覺得對這個蠻有興趣的 所以就一直會去找那些材質 會導致客以來的世界 又全天驚飄在海邊 浸過海水的鍋子 作為鑽科的地方 鑽科 因為鑽科比較方便就是 我只要一把刀子 然後一顆石頭 一個切下來的小竹筷 我隨便放在口袋裡面 我就可以充分的利用時間 只要有休息空檔 我就可以拿出來做雕刻這樣子 然後就可以很容易利用時間去做練習 所以我一般在刻的時候 我都不用什麼雕刻台 我就是手上拿著 就一手握緊 然後一手用力刻它 這樣子就會覺得 好像不曉得 就是一種掌握那種感覺 就會讓自己覺得很充實 每一顆的櫻子都充滿到劫師內涵 說到一片還有一片不一樣的故事 也是一種思念的感覺 然後就帶著這種隨身做 然後就有一些刻 走去刻一些 會去找一些什麼句子來 紓解一下自己的情情這樣 秋天站出來櫻子 把人無法動模仿 每一顆的因子 也不能說 都是投入無理的 大中華新聞 林菇印好兄 蔡宏保德